我是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 过去两年,我和很多市民都一样 一直都很关心疫情的发展 其实大家都感到很累 但是我知道我们不能放弃 尤其是作为医护人员 我们一定要抢住 第五波其实都很厉害 Omicron,它的传播率很快 差不多两天就是一袋 一个人可以传给十个 第四天的时候已经有100个 世界上真的有能力清零 我们自己内地有全民检测的方法 它有很精准的医学追踪 短时间甚至实时 你知道一个确诊者 它和哪些人在时空上有重叠 而我们两样都不是做得到 实际上大家面对着很严重的人手问题 变种病毒又这么难控制 然后刚刚你所说的 人手又不够了 检疫措施又不够了 源头不明的个案已经是遍布了各区 下一步可以怎样做 最重要最重要始终都是接种疫苗 其实从时间竞赛 第二样执法 追踪是更加精准的 你之前就说 其实安心出行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错了在哪里 来到这一刻了 即是可以怎样做 其实安心出行从来都不是用来做追踪的 从来都是让你知道自己 有没有去过一个高风险的地方 有没有暴露过自己的 其实你是不是建议香港的安心出行那种模式 应该是跟内地的健康码的运作模式看齐 应该是大致相同 隐私问题其实是平衡而已 有暴露风险的时候 它才可以启动到那个程式让你去追踪 其实已经很足够 会不会担心有一天 香港真的需要与病毒共存 因为你觉得其实我们还是很努力 希望可以做到动态清零 我们今天还是很努力动态清零的 但是科学没有绝对的对与绝对的错 我们看数据 如果新加坡死亡率大概是六千分之一 低过流感的 共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譬如是英国、美国 死亡率都大概是0.3%左右 都已经高过流感很多倍了 见到这个数字就觉得不可以接受 就是看新加坡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接种疫苗率是高过90% 如果香港可以做到的时候 我们再看数字 先再想 但是暂时来说 我们没有什么本钱 去考虑与病毒共存 我们当时在打仗 你真的找出所有的敌人 全部杀光 就是全民检测的做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 我有很精准的情报 去找出敌人 这是更加聪明的做法 我们有没有精准 去做医学追踪的方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 一声令下全面配合 这件事就是我们今天 可以说出来给市民听 放心 我们在这儿的 长远来说我们在香港面对 就是一个人口老化 慢性非前院性疾病 越来越多的一个现状 我们缺乏的反而就是基层医疗 基层和医院的医疗体系 专科和家庭医生之间 是有一个无逢对接 能够等长者可以居家养老 社区治病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不论行政或立法 实际上的角色 都是有一齐攜手合作 将香港带向前面的角色 这个就是做出法的意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接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